欢迎来到明岸追踪 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德州休斯顿 这个城市我第一次听说还是因为姚明大哥 从休斯顿火箭队这个名字你大概就能猜出来 该城市的航空制造业相当发达 是德州人口最多的城市 有238人在此定居 而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主人公Sandra和Hymi 男主人Hymi Estorado-Melga 熟悉他的人都叫他Jim 他来自威地马拉 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不知道他在哪 威地马拉屋于中美洲 西边是太平洋 东边就是捷克船长经常出没的加勒比海 由于威地马拉43%的人口是玛雅人的后裔 所以在很多人的艳香里 他总是充满了神秘色彩 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 Jim在三岁的时候就跟随着家人 一起移民到了美国的德州休斯顿 而休斯顿就是我们的另一位主角Sandra的家乡 Jim和Sandra都入读了当地的拉玛高中 为了追求Sandra Jim矜持不懈地邀请他去溜冰 在临续多次悲剧之后 Jim依然不肯放弃 最终在几周之后 Sandra终于被他的坚持打动 两人慢慢开始约会 Sandra说自己喜欢上Jim的原因 是因为他看上去很冷酷 难以接见 但实际上他很会讲冷笑话 很有魅力 在Jim的爱情攻势下 很快这对高中同学就发展成了情侣 在高中毕业的两年之后 1980年 这对年轻的情侣就进入了婚姻殿堂 Jim的工作是一位程序员 典型的IT人士 他做事认真 为人低调 但是对家人和朋友们充满爱心 而Sandra则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护士 光看照片的话很难想象 他其实身体一直都不好 健康状况堪忧 患有很多疾病 包括癫痫病 红斑狼疮 以及关节炎 最严重的还是他的宽关节 因为磨损发生病变 使得Sandra不得不辞去了护士的工作 做了宽关节治患手术才慢慢恢复 没有了工作的Sandra和丈夫Jim一起投资 开设了一家医疗账务处理公司 之后他们用赚来的财富 先后买下了五套房产用来出租 成了别人羡慕的包租公包租婆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 Sandra和Jim也没有放弃家庭生活 他们都特别喜欢旅游 结婚之前就多次去过季美的家乡 威迪玛拉 参观过古玛雅人的遗址 在结婚的五年后 1985年 他们有了自己的宝贝女儿丽子 Elizabeth Melga 在丽子的眼中 她的父母就是完美的夫妻 两人非常恩爱 极少吵架 经常带着自己一起出去旅游 一起钓鱼 每次有学校活动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积极地参与 认识Melga一家的朋友们 也都觉得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得很幸福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Sandra的身体健康问题了 由于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Sandra一度只能主拐走路 在恢复了正常走路之后 她也不敢自己单独开车 因为她的癫痫病 一直反反复复 没办法彻底根治 她担心自己开车的时候 犯病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作为丈夫的Jim 从来没有嫌弃过妻子 她会在网上寻找治疗癫痫病的资料 一直细心地照顾Sandra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了 到了2012年的时候 Jim和Sandra已经结婚了整整32年 他们原本计划在12月12号这一天 好好地庆祝一下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结果Sandra在这一天身体不适 计划只能推迟 10天之后 2012年12月22号 也就是圣诞节的三天前 Sandra的身体已经恢复了 两人于是打算在这一天 庆祝下结婚纪念日 晚餐的时候 他们去了最喜欢的墨西哥餐厅 Las Koukas 兴致盎然的两人 还单独加点了Pana Colada等三杯鸡尾酒 酒足饭饱之后 两人去车回家 而在此之后的十几个小时时间里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成了本案的关键所在 时至节日依然备受争议 因为就在结婚纪念日的第二天下午 警方就接到了报警电话 哈里斯县的女警 McKens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 此时的急救人员已经心塌一步赶到了现场 而门外 Jim的亲属们和附近的邻居们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 看到警员下车之后 Jim的邻居告诉警员说 是他刚才打的报警电话 他没进去房子 但是Jim的亲属们进去过 而且还告诉他说 Jim已经遇害 而Sandra当时被绑在了房间里 当McKens警员走到受害人Jim身边的时候 发现Jim低着头像是睡着了一样 用一种懒散的姿势靠在主人房衣柜的内墙上 他的头朝南脚朝北 全身没穿衣服 只有一件蓝色的外套遮住了他的隐秘部位 之后赶来的法医发现 Jim的全身有多达31处刀伤 很多是防御型伤口 其中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划伤严重 几乎被斩断 表示他生前曾经做出了激烈的抵抗 从上往下看的话Jim的脖子多出被划伤 血迹大量的飞溅到了后面的枪上 他的手臂和前胸附近有多出刀伤 前胸上还被人放了一根似乎是红色橙子的东西 猜测是凶手曾经用来捆绑Jim的双手 Jim的腹部有多出刀伤 其中一刀伤口很深 他的双脚被一根灰色的电话线绑在了一起 在发现Jim的衣橱外面 主人房的床边上放着一把复古的椅子 这把椅子的背部有多出血迹 其中部分是飞溅式血迹 推测在被攻击的时候 Jim当时就在椅子附近 或者说他直接坐在了椅子上 Jim的血迹滴到了蓝色坐垫上 椅子的边上还有一把矮矮的白色衣用洗浴椅 这种椅子通常是给行动不便的人准备的 推测是家里的三爪会用到 根据白色椅子上的血迹来判断 这是一种涂抹性血迹 随后赶来的犯罪现场调查员Carpenter推测 这把白色的椅子原来并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后来被人移动到这里的 警方之后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床头柜上有一个蜡烛 当急救人员和警员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蜡烛还在燃烧着 从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出 床头柜的位置是正对着那把椅子的 两者距离还不到一米 蜡烛没有碰到 说明床头柜附件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搏斗 推测Jim可能是在椅子上突然被袭击 然后他站了起来 试图和凶手搏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伤严重 他被凶手逼见了一处理 除了衣柜椅子和地毯上 主人房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血迹 梳妆台的边上 靠近厕所门附件的地毯上 有一个蓝色的内裤 应该是Jim留下的 梳妆台的所有抽屉都被打开了 看上去像是被人洗劫过的样子 不过奇怪的是 劫匪似乎并没有拿走很多值钱的东西 因为主人房的床上 有一部三星手机 一个手镯 一个手饰盒 一串珍珠项链 一个女士手提包 以及两个钱包 钱包里的驾照显示 这是三爪的个人物品 警方认为 如果凶手真的是求财的话 这些东西没理由会被留下 再仔细一看 虽然房间的抽屉被打开了 但是里面的衣服还叠得好好的 似乎并没有被动过 只有零星的几只袜子被丢在了外面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下面的剧情 我们先看一下主人房的结构 整个主人房从户型上来看的话 分成四个部分 卧室 洗手间 和上下两个衣柜 一届门的右手边就是双人床 隔着我们刚才提到两把椅子 就来到了下方的衣柜 Jim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回到卧室 经过跑步机 就来到了主人房的洗手间 而这个洗手间 是本案中相当关键的一个地点 进了洗手间后 正对着门的是一个义式按摩浴缸 由美国Jacuzzi公司生产 McKind的警员走进来后 发现洗手间的地板上 有一个CVS药房的袋子 结合之前在主人房床上 发现的CVS药房的收据 可以确定他们在回家之前 曾经去过药房 买了可口可乐和雪碧 这两样东西 都可以在浴缸附近看到 整个浴室虽然有些杂乱 但是不难看出 Sandra和Jim 两人在这里庆祝过了 除了一些香薰蜡烛和饮料之外 浴缸边上还放着一瓶福特加 一个装有柠檬片的小酒杯 以及一盒特别显眼的草莓 边上还配了奶油 但是草莓并没有被吃过 走进浴缸之后 警员注意到 这里面放了大约一半的水 而且浴缸的底部 还有一件白色的衣服 一条绿色的毯子 以及一把刀 之后通过和厨房里的 其他刀具进行比较 警方认为这把刀 就是从厨房里拿过去的 尽管在水中泡了很久 但是在这把刀上 见识人员之后 还是提取到了部分指纹和血迹 浴缸的左右两边 分别有两个洗手池 左边的这个台面上 放了很多女性的护肤品 很明显是三爪在用 洗手池里有一个黑色的女性内衣 浴缸右边的洗手池台面上 只有电动牙刷等很少的东西 推测是Jimmy平时在用 在洗手间的地板上 放着几张棕色地毯 其中一张看起来已经被撕破了 椅子旁边的地板上 还散落着几块围巾 里面的一条青蓝色围巾 打了个结 还被切断了 剩下的一半围巾 和一条紫色的打了结的睡衣袋子 放在了一起 McKens警员再往前走 看到了身穿黑色睡衣的Sandra 正抱着厕所的马桶在那里哭 McKens警员询问Sandra 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谁把她绑了起来 Sandra边哭边说 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脑子里能想起来的最后事情 就是在昨天晚上和丈夫Jimmy一起泡了澡 期间家里的狗狗们一直在叫 为了不打搅邻居们 Jimmy于是起身准备把狗狗们放进办公室里 但是过了好一会儿 Jimmy还是没有回来 Sandra于是决定过去看看 她说自己从浴缸出来之后 来到了衣橱这边穿上了浴袍 但是之后的事情 她就不记得了 McKens警员觉得Sandra的故事版本有点离谱 问她昨天晚上穿的浴袍 是不是现在身上的这件 Sandra说是 但是她当时没穿裤子 只穿了浴袍 今天下午大嫂们瑞亚给她结绑之后 她才匆匆把裤子穿上了 还没等McKens警员继续追问 Sandra就表示自己憋不住了 要去厕所 从里面出来之后 她说自己刚才拉肚子了 McKens警员于是把她带到了客厅 让赶来的急救人员帮她检查下身体 当被问到有没有过往病史的时候 Sandra表示自己患有癫痫 而且发病的时候经常两眼一黑 什么都不记得 还没等医护人员给Sandra做完检查 她第二次喊肚子痛 又去了一趟厕所 而当她从厕所出来准备洗手的时候 被McKens警员制止了 McKens警员不让她用洗手液 只要求她用最少的水冲一下就行 而且不能用毛巾擦 双手只能风干 现场的急救人员警察后发现 Sandra的血压和各项指数都是正常的 不过奇怪的是 她被捆的手腕和脚腕处都没有勒痕 Sandra听完后立刻解释说 没有勒痕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血液循环有问题 当被问到是否需要去附近的医院住院检查的时候 Sandra表示自己感觉已无大碍 不需要去医院了 McKens于是询问她是否同意让警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现在就对房子进行搜查 Sandra亲自同意了 回到了客厅之后 McKens警员注意到地板上有一个水桶和拖把 里面的液体闻起来像是消毒水 而整个家里的地板上到处都能看到一些细小的碎纸 这些碎纸片从车库开始 一路到厨房客厅书房主人房到处都有 而且客厅里的吸尘器有很多 就在McKens警员巡视整个房子的时候 Sandra第三次要求上厕所说自己还在拉肚子 很快越来越多的警员们赶到了现场 为了不破坏现场的痕迹 Sandra和所有Jim的五位家属都被带到了门外 警员对所有人都拍了照片特别是双手 结果除了Sandra的胳膊上有几处淤青 手上有一处微小的划痕之外 在场所有人的双手上均没有任何伤痕 到了下午的5点50分 负责案件的探员们陆续赶到了现场 熟悉探战Karizo听完了警员们的汇报后 他决定把Sandra单独带回警局询问 同时让探员们在警车里分开询问 发现遗体的五位家属 看看他们的证词有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因为通常来说 首要嫌疑人要么是Jim最前进的人Sandra 要么是第一个发现遗体的人 也就是这些亲戚们 这是 Sean Carazzo with Harris County Homicide With me ma'am can you state your name for me Monica Melgar Okay your uncle's name is what Hyman J-A-I-M-E Starting today before you got here to the house What was going on Just we started getting ready to come I texted my uncle around three Because my mom wanted to know what to bring over Like food wise And he never answered back Then we got here They were taking a while to open the door And we were calling them And I'd say about five minutes passed My dad went to go check in the backyard To see if they were there And he just went through the garage And he opened the front door And we went inside Y'all were coming over here for what reason? To eat They invited us over to eat And when did they invite y'all to eat? Two weeks ago A week ago Did y'all come over and eat a lot? No No? Like maybe once every two months And who invited y'all to come over and eat? My aunt And what's her name? Sandy Has your aunt and uncle ever had any family problems? Like family violence In the past Have they gotten along? Nothing Are you around them that much Do you even know? I am around them They're always happy Together I always see them 通过详细的询问在场的五位签署 探员们发现他们的证词基本一致 案发的大约两周前 Melga夫妇就邀请亲戚们过来吃饭 按照约定 Party会在今天的下午四点开始 但是他们一醒人迟到了半个小时 在四点半的时候才到 Jim的哥哥Herman 把车子停在了车道上 大家都看到了 右侧的车库门已经大开 门前还停着Jim的 Nissan Frontier皮卡车 在综合了所有五位千奇的故事版本后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物 Gerson的怀里 当时还抱着他的女儿 只有11个月大的Melanie 我们在这里就不标记了 由于女儿太小 所以当其他人过去敲门的时候 Gerson并没有下车 而是留在了车里继续照顾孩子 在敲门无应答后 Herman绕了过去 他想看看是不是弟弟和弟媳在后院那边 所以才没听到敲门 结果Herman发现他们并不在后院 而且后门也被锁上了 所以他又返回着前门 继续一边敲门 一边大声地喊着两人的名字 在场的所有亲戚们 当时都听到了屋里有狗狗的叫声 但就是没人过来开门 Herman觉得事情不对劲 于是他就从开着的车库门走着进去 他穿过了洗衣房和饭厅 看见小狗们围了上来 他一边走一边喊着两人的名字 最后把前门打开了 这个时候快到下午5点了 天色已经慢慢暗了下来 大家进门之后 发现整个家里除了几盏台灯之外 其他的灯都没有开 看不到GIM和Sandra的身影 正当一行人还在疑惑的时候 隐约中房子后面好像传来了一阵阵的求救声 听上去好像是Sandra发出的 Herman和大女儿Marissa顺着声音 走过去了主人房 其中Sandra的求救声和房子里的诡异气氛 让Marissa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胆小的她还没进入主人房 就退回了客厅 她拉着妹妹Monica一起走到了房子外面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Herman顺着声音的指引 惊讶地发现Sandra所在的位置 竟然是主人房浴室的衣橱里 而且这个衣橱的门把手下面 还被人用椅子顶住了 从衣柜里面是无法打开的 Herman挪开了椅子 发现衣柜里的Sandra 双手双脚都被人用睡衣的腰带和围巾捆了起来 她一边哭一边跟Herman求救 Herman于是立刻上去给Sandra松绑 结果没想到绑在她手上的结打得很紧 她试了多次也没办法解开 而就在Herman忙着给Sandra结绑的时候 她的妻子Maria在另一边的衣柜里 发现了已经离世的Jim 吓坏了的Maria赶紧跑出门 把两个女儿给叫了进来 而她自己则被Herman叫过去帮忙 在看到衣柜里的惨状之后 两个胆小的女孩子直接吓破了胆 尖叫着退回到了客厅里 而Herman这边则找了一把剪刀 最终才帮三爪结绑 结果还没等Maria告诉Herman 她的弟弟已经离世 Herman就跑去了门外 打算叫她的两个女儿一起帮着找Jim 慌忙之下她跑过客厅的时候 都没看到两个女儿就在那儿 等她到了门外的时候 恰好看到了对面的邻居Sman 于是她大叫着让她赶紧打电话报警 说有人受伤 等她回到客厅的时候 这次她看到了女儿们 其中小女儿Monica告诉父亲说 她看到Jim浑身是血 倒在了主人房的衣柜里 在Herman过去查看弟弟的时候 Maria这边正帮着Sandra换衣服 因为此时的Sandra由于被关在衣处里太久 她的裤子都尿湿了 等Sandra换好衣服之后 她来到了卧室 看到了衣处里浑身赤裸的Jim 一动不动地靠在墙上 Sandra于是一边哭一边踉强地走了过去 作为护士的她 有相当丰富的医疗知识 她试了试丈夫的脉搏 发现她早已没有了呼吸 而且身体已经开始僵硬 Sandra于是用衣处里的一件外套 盖在了丈夫的身上 随后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 而Sandra也因为身体不适去了洗手间 之后跟赶来的McKent的警员 叙述难发经过 就在探员们审问五位签署的同时 Karizzo探员和安排了 另一对探员们走访附近的邻居 看看有没有什么监控 有没有邻居能提供一些线索 附近的邻居Pickard先生表示 自己认识Melgar夫妇 说虽然平日里和他们接触不多 但是感觉他们夫妻一直很友善 每次见了面都一定会挥手打招呼 当被问到有没有注意到Sandra的身体有任何异常 比方说走路的时候需要主拐 Pickard先生和另外一户邻居 Robinson女士均表示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时间里 他们从来没见过Sandra用过拐杖 感觉她走路一切正常 住在附近的一位华人邻居蔡先生表示 她也认识Melgar夫妇 自己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人 是在案发的两天前 也就是12月21号 蔡先生说自己没注意 Melgar夫妇家的车库门昨天是不是开着的 最近几天也没听到任何的吵架声 尖叫声 或者看到任何可疑的人 走访了一圈下来 菜人们发现附近的其他几位邻居们 要么不在家 要么情况也跟蔡先生说的差不多 没注意到任何异常 而提供信索最多的邻居 就是报案人Melanie Esmond 案发的Melgar夫妇就在她家的正对面 中间只隔了一条马路 Esmond女士说 今天下午 她坐在自己的车后座上 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看着儿子在附近的街道上玩滑板车 到了下午4点40分左右 一辆丰田普瑞斯轿车停在了Melgar家的车道上 从车上下来两男三女五个人 其中一位年轻的男子还抱着一个小baby I'm Deputy F.J.Garcia with the Harris County Sheriff's Office Homicide Unit Mam, can you identify yourself please? Mam, can you tell me what happened today? One of the gentlemen was walking around the side I guess to see if they were in the backyard and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front door opened I don't know if they opened the door or tried it or I'll just all of a sudden know that they went in through the front door and about less than 60 seconds later they came out screaming call the police, call the police he's dead and so I called 911 for an ambulance I had no idea what happened Do you know the people that live there? Friendly neighbors What are their names? Jim and Sandy I don't know their last name they've lived across the street probably for about eight years but they just they keep to themselves they're very very quiet friendly neighbors And Jim, how is he? Is he disabled? Does he have any problems? No Any medical problems? No How about Sandy? I've heard she has lupus We don't see her very often she parks her car inside the garage so we see the door come up her car back out and go Right But when you do see when you have seen her? When I have seen her she's been fine but I can't verify I was trying to remember if she was at our last Halloween party or like 4th of July It might have been 6 months since I've seen her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ever seen her It'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her using a king OK Asmond的看法跟其他的邻居们很像 大家都觉得Melga一家人比较安静 平日里跟邻居们的交流并不多 而且Asmond也觉得平时走路的时候 Sandra是正常的 唯一一次见到她主拐杖 就是刚才警方把Sandra带到了门外的时候 除此之外 邻居Asmond还提供了两条重要线索 第一 他说Melga家的车库门在今天下午一直是开着的 而且他还听另外的邻居Scott说 车库门其实从早上的7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是开着的了 这一点Scott邻居之后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第二 Asmond说自己的老公Sloane昨天晚上一直在自家的车库里倒腾他的摩托车 到了半夜12点甚至是凌晨1点他才休息 这期间Sloane表示他没有听到对面家传来的任何异响 整个晚上都很安静 他也没看到任何可疑的人或者是车辆经过 总之就是一切正常 而通过爬柴案发地附近的监控 Time发现大部分邻居家都没有安装摄像头 只有邻居Graney女士家的一个摄像头照到了Mail Gaga的后院 而且只能看到极少的一点点画面 对于案件本身并没有任何帮助 在帮Sandra拍完了照片之后 到了晚上的9点45分 熟悉泰转Karizo在金座Ducet的陪同下 开始了对Sandra的审问 有些时候我们结束了饭 可能是8分钟 我们就留在那一段时间 什么时候你回家 可能是晚上 你喜欢的饭 我们就去CVS去拿酒 和香菇 我们就拿了一瓶瓦 和冰箱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在那里 在那里 警方之后调查发现 Sandra在当天下午的3点多 专门去了酒水专卖店 Texans Liquor Store 买了一瓶福特加 也就是之后在鱼缸边上发现的那瓶 到了晚上 Jim和Sandra去了墨西哥餐厅 在8点59分点了酒水 最后在9点05分结账离开 开车回家的路上 当路过CVS药房的时候 他们还进去买了一瓶可乐 一瓶雪碧 时间是9点28分 几分钟后 两人在9点33分结账离开 时间点和在家里发现的收据一致 当被问到之后发生的事情时 Sandra表示 当天晚上他们开的是Sandra的车 那是一辆颜色的英非尼迪 回到家之后 他们把车子停在了车库里 当时是Sandra先下的车走回了房子里 他不确定丈夫有没有忘记关车库门 到了家之后 Sandra放好的热水 他们点起了蜡烛 背起了水果 饮料和酒水 两人一边洗着鸳鸯浴 一边为他们的退休计划做着打算 10年52岁的Jim 不仅和妻子有自己的生意 而且他目前还在德州最大的公立教育系统 HISD 休斯顿独立学区里 担任电脑工程师 他还有不到半年就退休了 两人计划着在退休之后 把Sandra的车子卖掉 然后一起去旅行 Sandra收到了临近午夜的时候 还在浴缸里泡澡的两个人 注意到了家里的四只狗狗们一直在叫 Jim 于是起身去查看 而独自在浴缸里等了十几分钟的Sandra 见丈夫还是没回来 于是她也站了起来 准备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然而就在Sandra打开衣柜把睡衣换上之后 她突然眼前一黑 一头再倒了下去 You hear the dogs? You hear the dogs barking Yeah,because they were right outside our window I would just start where when they whoever found you at that point What happened? When I wake up I hear the dogs whining All of a sudden they started barking And then that's when I heard their voices OK,and where are you at right this time? In the closet I don't remember I think I saw him first herman And he tried to untie it And he couldn't OK,and how are you tied? Sandra表示 Herman试着给他松绑,但是没办法做到,最后只能拿了紧刀过来。 当被问到晚上有没有和Jim吵过架,平日里有没有和Jim有过任何矛盾的时候,Sandra表示两人一直很恩爱,极少吵架。 之前女儿还没有高中毕业的时候,偶尔会因为她的教育问题有些分歧,但是女儿五年前就高中毕业了,几个月前还去了英国定居,现在都结婚了。 说到女儿的时候,Sandra顿时悲从中来,忍不住哭了起来。 当被问到今天晚上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事情的时候,Sandra表示,还真有。 I think when we left CVS,there was a car following us,because when we came in our neighborhood,it was still behind us,and he was really close. I get upset with him because he would drive slower than when someone was tailgating him,and I tell him don't do that,because,you know,it's dangerous. Sandra说自己看不清嫌疑车辆,因为当时她一直在后面开着大灯,她说自己猜凶手可能是想偷家里的钱和枪。 Do you say探员听到枪这个词时,顿时眼前一亮,至于问家里的枪是什么型号,平时放在哪里保存。 Sandra说,家里有一把贝瑞塔袖珍式手枪,虽然他们家里有枪着保险柜,但顽固的Jim一直没有把它放进去,只把枪藏在了衣柜里。 需要注意的是,保险柜的位置恰好就在主人房的衣柜里,也就是发现Jim的地方。 他被衣柜下层的一条条长裤挡住了,上面还压了一个塑料箱,而枪的位置就在Jim遇害的头顶附件,被衣柜上层的衣服挡住了,不注意找的话很难发现。 随着审问的进行,在场的两位探员越看三转越可以,因为他讲述的故事版本实在太过离奇,先是有车在后面跟踪他们, 后来Jim在出去安抚狗狗之后就没了声音。根据现场的惨状来看,如果有人真的闯了进来,那么Jim遇害的时间点,应该就是在Jim走出浴室之后,在三转走出浴室之前,三转自己说Jim出去了大概15分钟左右。 但是面对太原的反复确认,三转依然坚称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任何打斗声、尖叫声,甚至是走路的声音。 他坚称自己只听到了狗叫声,那么会不会Jim在遭受攻击的时候一点声音都不出呢? 现场的法医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多达31处刀伤,算是让头部和其他身体部位的其他创伤,总窗口的数量多达50多处。 再加上他的身上还有非常多的防御型伤口,所以毫无疑问Jim当时一定是拼命抵抗,他是不可能不发出声音的。 所以探员们认为,三转说自己没听到声音,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撒谎了。 如果一个警察没有知识,如果一个警察突然到你家里,让你走到不知,有人被你逮捕? 没有。我告诉他们,我确定我被刺激了。 所以你听到没有召唤,没有人说什么?没有走? 没有。 没有。 对,你当你 woke up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woke up the first time? 我不能动,因为因为我还没有病,所以我通常可以不动,所以我常常常没动。 我痛过了,然后我的头痛了。 好多重有病例如我会发生的病例子? 我有经过多了,因为我没有转动了。 如何几乎? 至少一月月。 如果是什么症之后? 我非常忘记得比起来。 面对探员的步步紧逼 Sandra的故事也开始越来越离谱 她说自己的癫痫在最近很频繁 经常会忘记事情 而且不单最近一周是这样 最近一个月都是这样 问题是如果她的癫痫都这么严重了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请记者的家人过来聚餐呢 总之对于Sandra的说辞 两位探员明显不买账 因为首先探员们仔仔细细的检查过了房子的里里歪歪 发现所有的门窗都是完好无损 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 如果凶手想要进入的话 唯一可能的途径应该就是从车库这边 车库的地上有一团被碎纸机搅碎了的小纸条 这种小纸条在客厅厨房和主人房里均有发现 所以不排除是凶手从车库进入 鞋子上或者身上可能粘到了纸条 随后带到了家里的各个地方 不过考虑到Jim和Sandra两人也是从车库进来的 所以纸条也有可能是他们两人带进来的 但问题是如果凶手是从车库进来的话 这种半自动的车库门在打开的时候 不仅会发出声音 而且车库里的灯也会同时亮起来 作为窃贼来说 他应该最不希望引人耳目 但是在大半夜的在安静的街区里 如果从车库这边进来的话 不仅吱吱嘎嘎嘎的声音会引起旁人的注意 那刺眼的灯光不就是等于把小丘自己给暴露了吗 况且当时街对面的连区Slowan 恰好还在修摩托车 如果凶手真的是从车库这边进去的话 肯定会被他看到 所以探员们觉得当天晚上根本就没有人进去房子里 自始至终就是三转和Jim两人在家 You know,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is that what we do when we investigate something like this we go to all extremes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see a lot of me we're going to find out everything about you we're going to find out everything about your husband we're going to talk to everybody in your neighborhood we're going to talk to everybody that you're related to I hope you're looking somewhere else too because it's not me we're processing this, you're seeing your house too You know, I told you it's protocol that we start close to that victim that's you that's protocol we didn't just walk into this ballgame yesterday and we can tell a whole lot of stuff by the way that when we start with people the way they react, the way they ac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Sandra这边尽管看上去柔柔弱弱 但自始至终都坚持自己的那一套说辞 不论探员们怎么劝怎么引导 他就是不松口 软的既然不行 那么这次探员直接来应的了 他威胁说 警方一定会找到所有的资料 一定会找出谁是凶手 并且在最后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Sandra去接受测谎实验 I did ask you to take a polygraph test Yes I did And I'm not too shaken and I'm freezing What's your explanation though What's your excuse for not taking one It's not holding water, Sandra I'm just going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at's my job to do that I just don't want to take it and then it's used against me That's not possible Yeah, it is It is Those are not even in Mississippi I must have been in court And I'll be upfront and honest with you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don't add up In your story If he encountered Something That would do What we see there You're going to hear it You're going to hear something And If that something Is coming into the same room Where you're at To either knock you out Or Even encounter you You're going to hear something I don't care If you've got a tank cranked up In that bathroom with you You're going to hear something When somebody encounters somebody That's stabbing somebody I wish I had That violently That many times You're going to hear that You're going to live that The rest of your life Okay You're going to hear that I didn't hear anything I wish I had heard something I didn't See that what we're seeing there The physical evidence that's there And what you're telling us Is just not adding up Sandra I'm not I'm not going to call you a liar But I'm saying I mean I know what you're saying You're adding to here or something You're our only person That was in that house Could you have hurt your husband And not remember him No Have you ever done anything like that No Hurt anybody and not remember it No That's not a possibility You're saying absolutely not I mean there may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You're an illness that could make you snap huh No It didn't work that way I mean after 32 years Did he grab you last night No You didn't hear your husband yelling at all No You know the wound that he had It's pretty painful He went through a lot of pain He suffered a lot He was right there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Is that I was already out When that happened That's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He would black out The exact time when he's getting stabbed And bludgeoned I don't have an answer for you Dying Screaming for help Oh my gosh Just You know what I don't understand that That's ironic to me It's a lot of blood that he lost And nothing You're saying nothing I mean I don't You could have an army tank running in that bathroom And you'd hear that That's what I don't understand Could you hear him Could you hear him yelling for help No Sandra can you help me I didn't hear anything I didn't hear anything I need help Sandra That's it That's it I need a lawyer I'm not talking anymore Because you guys are just trying to torture me here Did you kill your husband No I didn't 在Sandra明確地跟探員提出要见律师之后 审问很快便中止了 在探員们的眼里 Sandra肯定就是凶手 于是在审问Sandra完毕的12月24号当天 负责案件的首席探员Karizzo 就把资料递交给了检察官办公室 准备让检方以谋杀罪起诉三爪 顺带着说一下 德州比较特殊 他是没有一级谋杀罪这个说法的 他最严重的罪名就是谋杀罪 然而令警局没想到的是 检察官办公室这边却缠了反调 他们拒绝起诉三爪 理由是证据不足 因为在看完了所有的资料之后 检察官发现 Karizzo探员提供的资料版本就是个半成片 警方虽然询问了周围的邻居 询问了Jim的亲属们也审问了三爪 但是警方目前掌握的全部都是经济性证据 虽然案发现场采集了血液 指纹DNA等证据 但是实验室的检测结果 要好几个月后才能出来 最夸张的是 虽然Karizzo探员跟警察官递交了资料 但是见识人员以及犯罪现场调查员等 却依然还在案发现场那边忙着调查取证的 也就是说连最基本的调查取证的工作都还没完成 探员他就急着要起诉三爪 这让警察官觉得警方有点先入为主 先入了Tano Vision 感觉他们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三爪 而之后所有的工作 似乎都是围绕着找到能和三爪相关的证据 而并没有从其他的可能性出发 其实看了这么多案件 大家应该知道警局和警察官这边 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部门 但其实都是一个被窝里的小两口 他们的目标其实都是一致的 都是要让犯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这回检方突然跟警局对着干窝里斗 说明警察官这边心里是真没底 现在要是上法庭的话 大概率会败诉 Sandra Melgar claims somebody broke into her Northwest Harris County home tied her up in the closet and murdered her husband Well now authorities say that was all an elaborate lie Ms. Melgar says that they were in the bathroom together her and her husband at approximately 1 a.m. this morning and at some time she blacked out and the next thing she remembers is waking up in the closet tied up You know, it just seemed like something was really strange with how it all came down with them being tied up and just one person being killed It's a relief to know that it's not a random you know, it's not a homing invasion 在被警察官拒绝起诉之后 警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忙着搜集证据 截止到目前不单是警方 甚至是周围的连聚们社会大众 都觉得 Sandra毫无疑问就是凶手 因为你想想看,门窗完好 那凶手是怎么进去的 丈夫的身上有多达50处伤口 光是刀伤就有31处 他难道就一声不吭 或者说三庄耳背 但也不对呀 他听到了狗叫声啊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凶手都杀了Jim 但是到了Sandra这边 凶手却突然大发慈悲 仅仅是把他打晕而已 而且关键还那么巧 打晕之后的Sandra突然就癫痫发作 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 这一套说辞听下来 别说是神分的探员们 话得谁也不信呢 感觉他编故事的水平也太差了 然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案子离奇就离奇在 随着警方的调查越来越深入 随着实验室检测结果的陆续出炉 原本这个看上去 平平无奇板上钉钉的案件 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反转 不但是Sandra的女儿站在了母亲这边 就连受害者Jim 她的所有签署 甚至是社会媒体和大众 也都纷纷站到了 支持Sandra的队伍中来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案发的三天后12月26号 探员接到了Sandra女儿Liz 带来的电话 她表示得知了父亲离世的消息 于是多天下午刚从英国赶了回来 关于她父亲被害 关于她母亲被当作嫌疑人 作为女儿的Liz 有很多话想问探员们 You flew in yesterday Yes That's okay I just want to know How much information did you know Actually what do you know I know what I saw on the news I know he was stabbed to death In his closet Where my parents were tied up Have you spoken to your mother Yeah Okay I guess that the illness that she has Do you all know what doctor she sees I mean how long has she had that 20 something years 20 years She's seen different doctors And how's your mother and father's relationship How's it been 在这段时间,我必须要知道 任何我和我的伙伴,我们必须知道谁是 因为如果他有个妙子,我认为他有个妙子, 我们必须要知道 因为如果你的妙子是在那里面的妙子, 你也被刺激了,你也被刺激了, 然后被刺激了,你也被刺激了, 因为你的妙子是活着,他死了, 所以任何它是,它是在你的父母 我认为她可能有病, 那可能会被刺激了,我认为她的病人, 可能会被刺激了,我认为她的病人, 我认为她可能会被刺激了,我认为她的病人 会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她的病人, 我认为她的病人,我认为她的病人, 像医生医生, 我不懂,她不记得她的大部分, 她的孩子,她真的不记得我给她的电影, 如果她想再看这电影,我们就看了那周周, 好的。 交谈的最后,两位探员请栗子回到案发现场看一看, 让她仔细检查家里的所有物片, 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丢失, 几个小时后,下午的4点36分, 栗子打电话告诉探员说,家里有下面的物品丢失, 家里的一把手枪,几个电脑,主人房里的一个电视, 自己留在家里的部分厨房药, 以及她平时经常弹的一把吉他。 除此之外,栗子还表示, 自己在车库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深绿色背包, 这个背包的位置是在她母亲三爪的车子侧边, 打开之后,她发现里面有一个Xbox游戏机, 两个游戏手柄,一个战争机器的游戏光碟。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金银手势, 包括两个银耳环,六个金耳环, 一条像有宝石的银项链,一条水晶项链, 一面像有红色和透明宝石的黄金银戒指,等等等等。 而在这些物品上面,警方的见识人员提取到了一位女性的部分DNA。 案发的5个月后,2013年4月, 现场的指纹、血迹、DNA等检测结果陆续出来了。 不过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所有的这些关键性物理证据没有一个是指向Sandra Melga的。 计刺人员在前门、后门、抽屉和衣橱等多个位置的门把手上, 均提取到了两名未知人士的指纹和DNA。 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并且他们的指纹和DNA和Jim家里的所有亲属都不吻合, 也并非来自现场的警员或者急救人员。 这诡异的一男一女两人DNA档案被警方称为未知男子一号和未知女子一号。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种DNA,没准是平日里的朋友或者是维修人员来访是留下的, 因为家里总会有外人拜访嘛。 但重点是,警方在捆绑三抓腿部的围巾上也提取到了部分DNA。 而该DNA通过比对后,又排除了三抓,排除了Jim,也排除了所有Jim的签署。 但围巾上的这个DNA却和门把手上的未知女子一号的DNA吻合。 这还没完,这位未知女子一号的DNA还被发现在了家里的多个珠宝盒上, 甚至在车库里的Xbox上,背包里的部分珠宝上也有它的DNA。 把所有的点串联在一起就是说,这名未知女子开过门,打开过抽屉,打开过珠宝盒, 打走了Xbox,拿走了游戏和珠宝,并且还一定是用围巾捆绑过三抓。 而未知男子一号的DNA被发现在了衣柜门的把手上,客房里的门把手上, 游戏光碟的包装盒上,椅子的保护套上,以及捆绑三抓的部分围巾碎片上。 而在关键的作案凶器上,健身人员提取到了部分DNA。 其中刀柄和刀刃上的DNA经过比对后,发现和三抓的DNA不吻合,和Jim所有签署的DNA也不吻合, 而在刀柄处的DNA则和未知男子一号的DNA吻合。 这一重大发现完全颠覆了警方之前的认知。 因为在探员们的眼中,三抓Milga就是案件的凶手。 尽管这一对未知身份的男女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警察官办公室这边还是在一年之后的2014年7月, 正式以谋杀罪起诉了三抓。 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法庭庭审一直推迟了三年。 2017年8月7号,三抓的庭审终于开始。 你和大家看到了照片,你看到所有的丝隐和其他丝隐和其他丝隐和其他丝隐, 当然那位女士想要死了,那位女士想要死了, 或者那位女士想要死了,这位女士想要死了, 而且还没有看,她发现一刀,直到他的腹部。 这就是这个第一刀是。 连着他,当然,她发现了一刀, 她发现了一刀,她发现了一刀, 法庭上警察官表示 三抓讲述的故事版本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那么巧结婚纪念日 晚上回家的时候 就有人开车跟踪 那么巧Gimme被袭击的时候 他突然耳聋 一点求救声和呼叫声都没听到 要知道对面的邻居Sloane 在半夜12点到凌晨一点之间 都还开着自家的车库门 在修他的摩托车 这个时候大概就是Gimme受害的时间段 三抓说丈夫是听到了狗叫声 才起身过去查看 但是Sloane对警方表示 他自己没听到任何狗叫声 还说如果真的有人 在半夜抢劫杀人的话 我当时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我应该才是最合适的目标吧 检察官表示更巧的是 三抓的医疗记录显示 他从2008年 也就是案发的4年前开始 就已经没有癫痫的症状了 而这么巧 结婚纪念日这一天 他又突发癫痫了 况且发病的时间 恰好还是被袭击之后 让他恰好不记得之后 十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 要知道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夸张地说 他甚至能把带雪的衣服 洗上个五六次 甚至能开着车 去国家公园转一圈 还能吃个饭 看个电影再回来都行 他有充足的时间 布置好案发现场 处理到所有的物理证据 而综合所有的证据 检察官认为 案发的过程是这样的 三抓很久就谋划好了 在这一天动手 他提前一周多 就邀请了Jim的家人过来 为的就是 之后可以让他们 及时发现受害人Jim 案发的结婚 今天是晚上 三抓回家后 准备好了蜡烛 甜点和酒水 洗了鸳鸯浴之后 Jim回到了主人房 此时的三抓拿出了红色的绳子 像做游戏一样 捆住了Jim的双手 他没有捆得很紧 所以Jim的手腕上没有泪痕 绑好了之后 三抓走去了厨房 拿了刀 回房后 他突然袭击了 坐在椅子上的Jim 把他逼进了衣橱里 由于他的手被捆 所以三抓在搏斗的时候 占了上风 此时的Jim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他依然只想夺回 三抓手里的刀 而并没有想去拿枪攻击三抓 即便他知道那把枪 就藏在他的头顶附近 而且装满了子弹 在解决完了Jim之后 三抓脱下来戴血的白色衣服 把他连同胸器一起丢进了浴缸里 三抓接着换好的衣服 回到了Jim的身边 此时捆着他的红色绳子 已经散开 警方的法医Cathy Pinery作证说 Jim的脚踝处 没有电话信造成的雷痕 说明电话信 是在Jim离世之后才绑上去的 绑好了电话信后 三抓开始一个个的拉开房间里的抽屉 他把袜子丢在了地上 把钱包里的东西洒在床上 伪造成案发现场有人入室盗窃的样子 最后他只需要按一下车库的按钮 就可以打开车库门 伪造成凶手是从车库进入的样子 做好这一切后 三抓学着侦探小说里的样子 他把一块地毯垫在了椅子下面 然后用椅子顶住门把手 从衣柜里面隔着门一点点的拖着地毯 最后成功的把门从内部给关死了 耍完这个杂技之后 三抓就在衣柜里耐心的等待着 在预估着Jim的签署门快要来了之后 三抓又表演了个绝活 他用围肩反绑着自己 方法有很多 其中的一种就类似警察官类似一样 由于绑的时间很短 所以他的手腕处并没有留下雷痕 等Jim的签署们建筑了房子之后 三抓并开始呼救 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样子 虽然作案动机不是一个需要被证明的东西 但是检察官还是给出了两个可能的方向 第一 他说三抓和Jim都是耶和华竞争会的教徒 按照他们的信仰 两人是不能离婚的 检察官觉得三抓可能是想离婚 又不想被他人排斥离开教会组织 所以才动了杀机 第二 警方调查后发现Jim的名下有25万美元的人数保险 而三抓是保险的唯一受益人 听往警察官的论述之后 三抓的律师对他的理论嗤之以鼻 他表示在案发后 警方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手机电脑 详细地查看了最近几年的聊天记录 电子邮件网页搜索记录 他们没有外遇 没有小三 没有分居 没有家庭暴力 他们的女儿 朋友 亲戚们 都说他们一直恩爱相互扶持 所以三抓根本就没有作案动机 而且警方提出的宗教信仰和保险费是作案动机的说法 完全站不住脚 耶和华金正会的确是不允许两人离婚 但是他也不允许三抓杀人呀 Jim和三抓的名下有五个投资房产 光是租金收入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 平日里一事无忧的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贪图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而且那个人寿保险还是十年前购买的 他要是真图钱的话 等十年才动手 也太久了吧 邻居斯洛文说他在修车的时候没听到狗叫声 即便他说的是真话 也不能断定当时就真的没有狗叫声 不能断定三转对此说谎了 因为斯洛文在修车的时候 他也没听到Jim的尖叫声或者是求救声呀 而Jim受了那么重的伤 他是不可能一声都不吭的 三抓的律师认为 警方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犯下了相当多的错误 过早的把目光全部都集中在了三抓的身上 而忽略了存在其他行人的可能性 在案发的几周之后 三抓恢复了一些记忆 他对探员说自己想起来案发的时候 是一位二十出头的拉丁裔女子用围巾绑了自己 该女子留着短发穿着红色的上衣 脖子上还有一条黑色的围巾 而且在绑三抓的时候 他还跟另外一位男子交谈着 这个男的当时站在三抓的身后 所以三抓没看到他长什么样子 而这一条线索被探员们直接忽视 案发的五天之后12月28号 当时的13号电视台在案发现场周围进行跟踪报道 其实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发现 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案发现场多次出现 事后调查得知 这个家伙名叫Chad Sullivan 是一个入室盗窃的惯犯 曾经犯下了袭击罪 而且在案发的几天前才刚刚被放了出来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把这条线索 告诉了负责案件的探员 但是Karizzo探员带人上门了两次 不过Chad都不在家 于是他只留下了警方的卡片 让Chad回电话 之后就没有继续跟进了 案发后三抓的女儿Liz出自找了四家侦探 并且提供给了警方至少三位嫌疑人 这其中就包括Liz的前夫Jerad Cox Cox之前有细事为竞品的恶习 他和Liz一起住在过Jim家 而且曾经还从他们家里偷过东西 然而探员们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 在这几位潜在的嫌疑人身上 有一位嫌疑人警方甚至压根就没去调查过 更夸张的是负责案件调查的首席探员Karizzo 在2014年的时候还被警局开除了 原因是这个家伙在调查另外一起凶杀案的时候 为了尽快的破案 他竟然伪造了法官的搜查令 在被警局开除之后 Karizzo去了一家小学里负责安保工作 三抓的律师认为 连首席探员都这个德行了 他负责的案件调查能好得了吗 果不其然 他们发现警方的犯罪现场调查员Karpenter 在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两个重大失误 第一,Karpenter警员是在案发的12月23号去了案发现场 结果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对车库里的Xbox 珠宝首饰等进行取证 尽管他当时已经拍下了这个背包的照片 第二,在对Jim附近的物品进行拍照取证的时候 他明明就拍到了保险柜的清晰照片 而且还拍下了上面的血迹 甚至在报告里他都提到了保险柜的把手上 有明显的红色物质疑似血迹 但是他之后竟然没有把保险柜收归警方保管 甚至都没有去采集这上面的血迹样本 到了案发的5年后2017年 在开庭的一个月前 他被检方提醒这才去采集了样本 现在已经开庭了 但是样本的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 面对律师的质问 卡本特警员在法庭上承认 他当时的做法的确是不符合规范的 他说自己觉得保险柜上的那些血迹 应该就是三爪的 所以他才没去采集 卡本特还辨称自己当罪案调查员已经12年了 去过了无数的案发现场 以他的经验来看 录师盗窃的都会把抽屉里的东西翻到到处都是 甚至直接会把抽屉拿出来 有的小偷还会把床垫挪开 看看床垫底下有没有藏钱 像是这种手机钱包 珠宝首饰之类的东西 他们会拿个袋子边走边装 根本不会停下来 像是钱包这种 他们根本不会花时间去打开 不会特地把里面的现金拿走 再把钱包留下 因为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而Sandra家里的很多贵重物品都没有被拿走 抽屉虽然都被打开过 但是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 根本不像是被烦过的样子 而杀害Jim更不像是小偷能做出来的事情 即便是小偷在盗窃的时候遇到了Jim 想要杀他灭口 那么作为凶器的厨房刀是怎么来的呢 难不成凶手先去了厨房拿了刀在手上 然后才去家里翻东西 Sandra的律师回应说 每个案发现场 每个小偷作案的时候都是会不一样的 如果说没有小偷进去的话 怎么解释家里的电视机被盗 例子的抗医药物被盗 电吉他被盗 Jim和Sandra前茅里的现金也被盗呢 又是谁把Xbox把家里的项链耳环等 用珠宝首饰放在背包里丢在车库里呢 有没有实际上的证据 在这个案子的证据 没有提到她的证据 看看什么存在 没有碰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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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a的律师认为 门把手等重要的地方没有血迹 更合理的解释是 凶手根本就是两个人 而不是一个人 当Jim走出浴缸之后 凶手中的那位男性 并没有立刻攻击他 只是把他给控制住了 所以在浴缸里的Sandra 才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等Sandra起身走到衣柜 换好了衣服之后 第二名凶手 也就是Sandra 看到的那位拉丁裔女子 把Sandra击晕 之后把她绑了起来 再用椅子抵住了门口 不让她出来 另外一边的Jim 开始和凶手搏斗 但是最终因为身受重伤而离世 在搏斗的过程中 男性凶手身上有血 手上有血 但是拉丁裔女子没有 所以她可以打开家里的丑敌 可以拿走Xbox 拿走珠宝首饰 而且还可以开门 因此她的DNA 才会在这些地方出现 三招的律师声称 按照检察官刚才的说法 浴缸里的白色上衣 就是搜案时候穿的 那上面应该是有血迹的 然而在2016年5月14号的 警方实验报告里 只提到了这件白色上衣 对荧光素齐的反应 但同时特别说明 无法确定引起反应的物质 是不是血液 也就是说白色上衣上面 粘的有可能是血液 也有可能不是 因为有些其他物质 比方说动物或人体的尿液 也是可以让荧光素齐反应的 比方说Carpent警员在洗手池里 当时喷洒了Blue Star 看到了蓝色的荧光反应 但是之后通过DNA检测 发现引起荧光反应的物质 并不是血迹 推测洗手池里的东西 是被人或者是狗狗的尿液接触过了 别忘了Jimmy的家里 可是养了四只狗狗的 三爪的律师对陪审团表示 不但浴缸里的白色衣服上 无法确定是不是血迹 而且浴缸里的凶器上 还排除了三爪的DNA 证明案发的时候不是三爪 而是别人拿着这把刀 最关键的是不单单是衣服 不单单是刀 整个案件里都没有任何物理证据指向三爪 Jimmy的身高体重强过三爪 在激烈的搏斗中 他受伤多达50多处 而相比之下身体一向不好的三爪 为什么他的指甲在搏斗中能完好无损 为什么他的手臂上却只有一点点瘀青 如果这一点瘀青是Jimmy抓出来的话 为什么受害人Jimmy的指甲里没有三爪的DNA呢 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为什么他的身上没有任何Jimmy的血迹 卡本特警员已经证明洗手池里没有任何血迹 也就是说三爪在案发后并没有清洗过血迹 那么Jimmy进在他身上的血去了哪里呢 如果说他当时带了手套换了衣服 那么这些手套和衣服又去了哪里呢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凶手根本就不是三爪 不过可惜的是尽管听上去有理有据 陪审团最终还是站在了检方这边 认为三爪谋杀罪成立判处他有期徒刑27年 其实从刑期上也能看出陪审团对他还是有同情之心的 事后陪审团领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们一开始讨论了8个小时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检方给出了三爪的医疗记录 上面显示他的癫痫病最近几年都没有发作 而三爪在审问的时候说自己最近经常发病 这一点让陪审团认为他在撒谎 而只有凶手才会在探员的面前撒谎 判决下来之后 三爪的女儿 Jim的哥哥 嫂子等都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们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 认为三爪是被冤枉的 2017年11月6号 三爪的首次上诉被驳回 2018年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Kathleen Zellner 加入到了三爪的律师团队中来 他是网飞的纪录片制造杀人犯理刑犯Steven Everett的辩护律师 2018年在监狱里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三爪面容憔悴 但依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经过了三年的漫长法律程序 2021年德州刑事上诉法院终于开始审理此案 这是德州处理刑事案件的最高法院 对于三爪的律师团队来说 有利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已经收到了保险柜把手上的血迹DNA资料 警方的实验室报告指出 该DNA和三爪的不吻合 同时也和Jim的所有签署均不吻合 但是和之前的未知男子一号的DNA吻合 也就是说案发之后 凶手曾经试图去打开保险柜 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屠材 法庭辩论的时候 检察官这边依然是老调重弹 说门窗完好三爪就一个人在家 他老公被害而他却没事 因此他就是凶手 而三爪的代理律师则认为 一审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去给三爪定罪 最终法院的9名大法官认为物理证据虽然缺失 但是一审中检方给出了大量的间接性证据 所以证据是足够的 三爪的代理律师又提出说 一审的时候陪审员们曾经为了验证 究竟能不能把自己给绑起来 所以在讨论的时候私下做了实验 三爪的律师认为陪审团的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 但是9名大法官认为陪审员们的行为虽然不可取 不过这和三爪的定罪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综合以上两点他们驳回了三爪的上诉 到了2022年的时候清白昭雪计划联系了三爪 将会是72岁的高龄 时至今日这起备受争议的案件热度依然不减 有的人相信凶手就是三爪 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 也有的人坚信他是无辜的 认为警方抓错了人 那么屏幕前的你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你觉得他是凶手的话 怎么解释门把手衣柜上珠宝盒上等地方 发现那两位未知男女的DNA呢? 怎么解释绑着他的围巾上有未知女子的DNA? 怎么解释Jim身边的保险柜上有带雪的未知男子的DNA呢? 如果你觉得他是无辜的话 他为什么要在审问的时候对警方撒谎? 为什么要说癫痫罪件一直发生? 为什么要装着走路的时候需要主拐呢? 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他没有听到Jim的呼叫声? 为什么凶手没有拿走手机珠宝等显眼未知的贵重物品? 而且为什么要特地的放Sandra走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